我要死了,我的宿敌云眼之正站在我的身边,不难看出,他挺开心的,虽然他正双手暴毙,面色严肃,像是要给我最后的尊重,但止不住上扬的嘴角还是暴露了他。 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遗愿吗?他十分好心地问道,可以和我说说,毕竟这里只有你我,你没机会和别人说,我就大发慈悲,听一下吧。 好家伙,我快死了,还要最后嘲讽我一下。 疼痛蔓延到四肢百孩,思绪已经很难集中了,我撑着为数不多的残念,对他勾了勾手。 他顿了顿,还是俯下身,将耳朵凑近我的嘴边,还挺近的,视线开始模糊了。 我恍然想起,这一生似乎没什么遗憾了,唯一的不足,就是太短了。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爱人,没来得及看遍四方万物。 用尽最后的力气,我掰正他的脸,对上那薄唇,轻轻吻了上去。 本来想再用点力,最好给他磕出血来,奈何实在没力气了。 做完这一切,浑身便什么都不剩了,整个人像是失去支架的偶人,瘫软在地上。 他愣住了,我依稀可以看见,他的双眸慢慢变红。 什么吗?不过是被我亲了一下,不会就要哭了吧? 不会吧,不会吧,我怎么不知道他的小心脏这么脆弱。 林荆秋,你混蛋。 他的声音带着三分心碎,七分愤怒,连声线都在颤,看来是被气得不轻。 什么意思?你这算什么?他攥着我的衣领,满眼都是怒火,这算个屁的遗愿。 我却再也无法睁开眼了,只有零碎又胡乱的念头混着他的声音传入脑袋,又像是传入某个空洞。 直到最后,我再也听不见。 我活了?好家伙,我活了? 如果床边没有坐着云眼枝,那我应该会很开心吧。 他双眸里有红血丝,下巴生了胡茶,也有了黑眼圈。 这是什么情况? 当我在打量他的同时,他也在看我。 他貌似还没反应过来。 林,荆秋。 他的声音沙哑,像是不敢相信。 你醒了? 嗯,我点点头,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哑得不成样,身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云眼之像是才反应过来,飞快起身喊了两声,门口走进来一位身穿白衣的姑娘。 她看见我,面上泛起了笑意。 可算是醒了,你夫君真的好担心你。 我沉默了。 这姑娘我认得,明镇江湖的妙手神医。 好家伙,云眼之把她都请来了。 神医又替我把了脉,对着云眼之点点头。 人醒了就没什么事了,接下来好好养着,用不了几个月就能调理回来。 我再度沉默了。 依照云眼之的尿性,我要是和她说清楚了为什么亲她,大抵活不过这几个月。 别说几个月了,拖个三秒她都闲长。 等到神医走后,她再度在我床边坐下。 说,她眼瞼一该,让我虎躯一阵。 妈呀,这是上门讨说法了。 说,说什么? 我决定装傻。 云眼之不耐烦地责了一声,明知故问。 你,你是谁呀? 我满眼天真疑惑。 这次轮到云眼之虎躯一阵。 她难以置信地抬头看我,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乖巧点头。 嗯嗯。 你不知道我是谁,她不甘心地重复一遍。 我倒头如算。 嗯嗯。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她又问。 嗯,夫君。 云眼之一眼之一脸见了鬼的样子。 我耐心地解释道,刚刚那个漂亮姐姐不是说你是我的夫君吗? 你救了我,应该很爱我吧,夫君。 此时此刻,我的宿敌面如土色,满眼得难以置信,她的嘴唇甚至在微微颤抖。 神医?不管用什么办法,给老子恢复她的记忆。 我和神医面面相去。 她一脸为难,我比她更加为难。 趁着云眼之去军营的空荡,她压低声音发问,你是装的吧?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云眼之一直以为我是男的,没错。 我一直以男装示人。 毕竟,之前我要走江湖,之后从军行,更不能暴露自己是女儿身。 如今被抢救回来之后,云眼之自然而然知道了我的真实性别。 与她打斗多年的宿敌,有朝一日坐在床上柔柔弱弱,懵懵懂懂懂,喊她夫君。 云眼之表示很心好心好。 难怪她是那种反应。 神医又叹了一口气,我想回家了。 我有些愧疚,毕竟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她也就不好一个装失忆的人。 有什么办法吗? 我小声问她。 什么什么办法? 她以一种不解的目光盯着我。 你这夫君对你挺好的呀。 她不是我夫君,我更加小声。 不是,神医眼前一亮,好像自己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 她环顾四周,更加小声凑近了我。 之前没看出来,原来云大侠还有这等体好。 难不成你是别人家的夫人,她把你掳回来了,然后你誓死不从,毅然赴死。 所以,停。 我觉得神医不应当是神医,她应当去写画本子。 我曾在江湖上干过偷盗的活,算是劫富济贫,劫的是贪官污吏,记的是穷苦百姓。 我也曾走江湖,看过落日桃花,听过流水山泉。 再往前推,我出生在很穷的人家,娘生下我后便撒手人寰,爹辛辛苦苦匹柴种田。 可县城的官吏不是好官,每年征收的赋税压得人喘不上气,他一人便吞下一大半。 官官相护,百姓皆苦,无人敢言。 我爹死在了一年冬天,那时我恰满十岁。 只记得那天的寒风好冷,雪花落满了他破损的衣服,他熬不下去了。 脸上一片湿热,我不记得哭了多久,直到有人站在我的面前。 他的神情像是悲悯,向我伸出了手。 自那往后,我苦练本领,后来才知道,救下我的人是江湖第一剑客。 只是江湖第一剑客,也就不了泱泱百姓,推不翻贪官污政。 他也死了,死在了我十五岁那年的冬天,只留给我一把剑。 那把剑伴他走了一生,斩过穷凶极恶之人,斩过无药可救之辈。 他的叹息声与风雪声交融。 他说,等不到和清海燕了,但是,小秋,你可以的。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只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我的怀里慢慢变得冰凉,与雪融为一体。 自那往后,江湖在吴第一剑客,多了一位大道。 云雁之曾是名震江湖的少侠,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京城贪官家的公子。 他不满父亲所作所为,却又无可奈何,轻轻白白离了家,一人一剑入江湖。 那时年轻气盛,我当然结过他家。 还别说,不愧是京城最大的贪官,那儿的暗卫打人可疼。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逃出来,出出茅庐的云眼之满脑子除恶阳善,见了我便将我与盗贼二字绑在一起,成天追着我砍。 我也不肯吃亏,不光戏弄他,还要偷他摘好的新鲜果子,烤好的鱼。 后来,外敌入侵,云眼之毅然上了战场。 数年后,他成了战功显赫的大将军。 而我成了与他名号旗鼓相当的敌国将领。 云眼之从军营回来时,我正摊在软榻上吃水果。 见他踏进门,甚至还笑吟吟招招手。 哎呀,你回来了,夫君。 云眼之一脸漠然。 他已经从一开始的满脸震撼抗拒到面无表情了。 不错,如此可叫也。 神医,他何时能恢复记忆,云眼之的语气听不出喜怒。 神医挠了挠头,今天天气真好啊。 云眼之。 哦,不是,我是说,那应该要看这姑娘的心情。 云眼之在我身前弯下腰,细细盯着我的双眼。 我便任由他看着,甚至还抬手将一颗葡萄轻轻抵在了他的唇边。 他下意识张嘴含住葡萄,意识到什么之后,飞快直起腰后退两步。 我眼尖地看见他耳根红了。 哟,大将军还挺纯情。 你做,做什么,他磕磕绊绊,好不容易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给你好吃的呀,我的语气极其自然,他的脸色极其不自然。 那样子不像是吃了甘甜可口的水果,倒像是吞了一只苍蝇。 不行,那是你必须要给我个说法,云眼枝在我的床头夺来夺去。 我想起小时候在村口树下看见的蚂蚁。 如果你亲了一个人,我是说如果,你为什么会亲他,他突然停下脚步,紧紧盯着我。 我想了想,试探性地回答道,可能是因为,他,他长得好看。 从云眼枝的表情来看,他显然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 就这,他的眉头紧紧簇着,这么肤浅,这就肤浅了。 我又想了想,要不然就是,他,他是我比较重要的人。 云眼枝一顿。 哦,宿迪,这也算比较重要吧。 重要到天天想着怎么叨了对方。 看着他显然心情不太好的样子,我轻叹一口气,哎呀,别闷闷不乐的了。 晋国失了一员领头大将,如今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云眼枝看着我,突然轻声开口。 我心头一突,失了的那名大将,自然就是我了。 数月前,我领晋军与云眼枝率领的军队交战,两军主帅皆想到利用显要地形,结果我们在山崖相遇。 交手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直到偶遇地形坍塌,在滚下山崖后,又遭逢毒舌。 我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 要不是那一吻。 恐怕,我现在尸体都不知道被什么野兽吃干净了。 我陷入了沉思,当初从军而行,自然是因为我恨透了这个国家,却又无能为力。 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唯有解决此国之根本。 我便入了靖国军营,靠着一身武艺本领,爬上将军之高位。 看着昔日贪官弃城而逃,我愤然将他一箭穿心,守成的将军自私自利,弃了百姓欲想逃离。 我便堵了他的后路,将他斩首示众。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云眼枝,我和他理念不同。 云眼枝也想改命换天,他便入了军营,自从成了将军,便三番五次渐言,想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我对此只是摇摇头。 幼稚,太幼稚了。 除非他造反,不然那皇帝和那些官员是永远意识不到问题所在的。 当然,就算他造反了,那些人大敌也意识不到。 我仍记得当年军师见我武功高强,有意提拔。 他调查了我的身世,坐在高位望着我,似笑非笑。 你这是叛国呀? 他的话语似有所指。 我只将头垂得更低,我的至亲之人全都死在那儿了。 我与彼国不死不休。 他笑了起来,好一个不死不休,那我便成全你。 那之后,我欲战欲勇,步步高升,但我不求荣华,只为我的目标。 我不知道云眼之内话有多少作假的成分,它自然是英勇不假,但是晋国的将领也绝非等贤之辈。 说到底,这里也只有一个云眼之。 林荆秋,她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来得及? 什么来得及? 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回头看是茫茫大雪,掩盖了来时足迹。 早就来不及了,我早就回不去了。 我的父亲没法死而复生,师父没法活着看见他的愿望实现。 哪怕一步一个血脚印,我也要走下去。 哪怕这条路看不见尽头,哪怕这条路是绝路。 趁着夜晚,我爬上了墙头,虽然相信军师他们,但我总归是担心的,还是尽早回去比较好。 刚准备往下跳,下边突然传来慵懒的声音,哟,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我心中一惊,脚踩不稳,跌了下去。 云眼枝被我压在了身下,她的脸黑得很彻底。 晚,晚上好啊,我尴尬地笑笑,今天的月亮真美啊。 还不快起来,云眼枝咬牙切齿。 我想了想,开始抽她衣袋。 做,做什么?她傻眼了。 做,做你,爱做的是,我笑了笑,不胜羞涩,然后在她炽热的目光下,把她的双手结结实实捆一起了。 嗯,这样就抓不到我了。 好了,云眼枝。 我站起身拍拍一脚,你我本就两不相欠,谢谢你救了我,我也该走了。 云眼枝语气了然,你果然记得。 哎呀,那我可不敢承认,我嘿嘿一笑,点了她的穴道,你再躺会儿吧。 我先走了,战场上见。 等一下,怎么,我回头看她。 月色下,她的神色晦暗不明,那天,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看上去很认真地想了想,突然对她露出了一抹笑容。 你猜啊,猜对了,我就给你嘿嘿嘿。 我回到了晋国军营。 军师见我回来,先是松了一口气,又将我上下好好打量了一遍。 你失踪数月,生死不明,担心死我了。 我甘笑两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你去哪儿了,她狐疑地看着我。 我又甘笑两声,此事说来话长,最近战况如何。 说到这个,她的脸色隐隐有些不好,也不知道对面抽了什么风,反正你不在,我们还是吃了不少亏的。 放心,我回来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的伤,还是在养一阵子军师摇摇头,我不放心。 哎呀,都是小伤。 况且,就算我带了伤,照样吊打云眼之那小儿。 军师欲言又止,军师一脸不信。 军师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关爱。 仿佛我伤到的不是身子,是脑子。 不信,不信我就做给你看。 日头正盛,云眼之一身战甲,面色肃然,胯坐在精状黑马上,手中的剑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她生得高大挺拔,威风凛凛。 薄唇紧拧着,面容冰冷又绝情。 我则骑着马在她的对立面。 是啊,我们本该是这样。 拔剑相向,背道而驰。 林荆秋,她的声音又轻又凉。 为什么? 不是把大哥都追到战场上来了,你怎么还是揪着这一句不放啊? 我没有接话,而是握紧了手里的剑。 为什么? 她不死心,又问一遍。 为什么? 为什么? 师父别念了师父,我痛苦地抱住头,踏踏实实打一架吧。 云眼之顿了顿,你身上有伤。 我还从来不知道,我愣了愣,原来云大将军也会联系对手。 这回轮到云眼之不说话了,趁她愣神之际,我一不做二不休,拔剑直指敌方军队,兄弟们冲呀。 随后提剑纵马,向云眼之杀去。 云眼之反应极快,挥剑挡下一击,眉宇间寒光划过,重剑便向我砍来。 我翻腕以剑身抵挡,同时侧身躲开,终究还是有些气力不足。 云眼之目光暗沉,又是毫不留情的一击,我咬牙继续挡。 情况有些被动了,为什么,她又问,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一字一句地说,林荆秋,是不是非得我把你打废了绑起来,你才不会跑,你才能告诉我。 我心下一寒,这样的云眼之是我没有见过的,在我的印象里,她向来是骄傲又自如的,偏偏少年郎,俊朗无双。 她所作所为很正派,但每次与我交手时,眉眼间总会带着些许邪气的笑意。 不就是亲了一下吗?我瞪着她,你又不吃亏,你又没被我亲死,怎么还叫真了? 叫真?你说我叫真,她气急反笑,你说我叫真? 她又是一剑劈来,我躲闪不及,勉勉强强,只能再挡。 身上的伤口崩裂开,渗出了血。 云眼之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后衣领。 我顶着满头问号,被她拎小鸡似的拎到马上。 别,别,大哥,大哥给点面子,我捶着她的大腿,咱的兵还在打架呢。 云眼之掐着我的脖子,将我压在马上,凑得很近,热气都喷洒在脖梗间,你最好安分点。 不然,我不介意当众讨回来。 讨回去什么? 她舔了舔嘴唇,很诱惑的模样。 我被云眼之扛了回去。 嗯,扛了回去。 呜呜呜呜,扛了回去。 我坐在床榻边,她坐在椅子上,我们沉默对视着。 我的宿敌让我丢了好大的脸。 这个仇我记下了。 记仇的小本本已经攒了三大香,迟早有一天我要杀了云眼之。 云眼之注视着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不是吧? 大哥,这样没意思啊? 我苦着脸。 你骗了我,她面色隐隐发沉。 你骗了我好几次,这次,别想跑。 云眼之站起身,缓步向我走来。 哎,大大大哥,冷静,我咽了一口口水。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低,低个星号星号。 这口气,我不忍了。 我看准时机,手臂撑床。 抬脚上滑向她踢去,云眼之单手握拳,手肘抬起底在颈边,挡下了我的腿。 她的毛子里闪着我熟悉的寒光。 我咬咬牙,这吓回不了头了。 迅速抓起桌上的茶壶向她砸去,云眼之也不躲闪。 一拳击碎茶壶,瞬间四分五裂,茶水溅在衣服上。 我趁着这个空档,向门口跑去。 云眼之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威胁。 虽然我受了伤,但只要她追不上我,将军府的其他守卫我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我拉了拉门,却发现拉不动,这祸把门从外头锁住了。 我刚要抬脚,试图用蛮力把门踹开,后颈突然一凉,立刻回头双手架住她披来的手臂。 云眼之抿着唇,神色近乎漠然,怎么,还想着跑回去。 是可杀不可辱,我不甘示弱,你要是今天不做掉我,明天就是我做掉你。 她吃笑一声,好啊。 我将身子压低去供她下盘,云眼之力所躲开,我又想顾忌虫师去抓桌子上的茶杯。 她似乎早有所料,动作比我更快,大掌握住桌子一脚,用力掀翻,桌子朝着我飞来。 我后退一步,被却抵到了门,进退不得,看来是真的要交代在宿敌手上了。 没想到,逗了这么久,我闭上了眼,迎面的风将头发吹得飞起。 我睁开眼,发现眼前的桌子四分五裂,云眼之站在桌子后。 她把桌子打碎了,她用桌子打我,又把桌子打碎了。 她有病,还没反应过来,我只觉得肩上一股巨大的拉力,云眼之单臂一推,一阵天旋地转,我被狠狠摔在了床上。 我回过神时,云眼之已经站在了床边。 她正居高临下面无表情俯视着我,眼底不便喜怒。 我是不是该把泥腿打断,你就不会跑了。 我仰着头吃力地看着她,手指攥着背单,有些不甘。 我冷笑着嘲讽出声,那么在意那个吻,怎么,喜欢上我了。 云眼之沉默了。 沉默是几个意思? 我们是宿敌呀,大哥你清醒一点啊。 如果我说,是她手臂撑在床檐,靠近我。 你当如何? 我当如何? 你问我当如何? 云眼之自从被我亲了一下后,就变得处处不正常了。 我怀疑她的智商,她的智商不会被我吸走了吧。 说话,只截捏上我的下颌,她逼迫我对视,目光炯炯,里头好似燃着一把火。 我眼瞼一该,哗,我又挨了打。 自那以后,云眼之没再来看我一次,只把我关在房间,我偶尔在晚上入梦时会听见稀稀苏苏的声音,只不过懒得睁眼。 应该是来看我有没有跑的。 唉,还能怎么办呢? 暂且休养一阵子,等到时机成熟,再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溜出去。 这里注定不是我的长久居所。 我叹气又叹气,也不知道云眼之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间。 这国一日不亡,我这心一日不安啊。 这天夜里,我收到了一封飞鸽来信,也不知道这鸽子是怎么飞进来的,看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是军师传来的信,信上说,他已经知道我的处境,让我使用美人计,从敌人内部瓦解。 咋想的? 我怀疑军师在这几年的打仗中脑子受了些伤,还挺严重。 瞧瞧,都病成什么样了? 美人计是吧? 行呗,用就用呗,谁怕谁。 虽然按照局势来看,我被云眼之用美人计成功的概率更大。 我冷静分析了一个晚上,睡到日上三杆,敲了敲门。 门口有个小哥把手,是云眼之的亲信。 您还是省省力气吧,我是不可能放您出去。 我要见你们将军,我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 他的神情肉眼可见地僵硬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没过多久,门被推开,云眼之一身悬色长袍,身形挺拔,面容长得极其优秀啊。 别说从敌人内部瓦解了。 呜呜,军师,我要被瓦解了。 你找我,他冷着一张脸低声问我,语气波澜不起,很是冷淡。 我笑眯眯点点头。 他轻哼一声,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林荆秋,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继续点头,你打算关我多久。 云眼之一愣,似是没想到我会问这般问题。 他看上去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多久呢? 云眼之眸色深沉,到我逆了为止。 或,这答案可新奇了。 但是,我已经在这儿呆腻了,我叹了一口气。 他似乎有些紧张。 那,那你想怎样? 我想,我乐呵呵凑近了他的脸,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往那微微抿着的薄唇上亲了一口。 空气寂静了。 我能听见不远处的树上有什么东西掉下去的声音, 砸在地上发出好大一声哀悠。 云眼之的脸颊肉眼可见得变红, 那抹红韵一直蔓延到了耳根和脖子。 他站在原地愣了半天,目光直直瞪着我, 好长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 飞快抬手掩着自己的嘴。 你,你。 我继续满脸笑意和他对视。 林荆秋? 你,你。 他另一手指着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嗯。 哟,没想到,大将军还挺纯情。 整个人红得都像熟透的侠。 他突然放下了手, 闷闷地说,这可是你先出手的。 云眼之伸手过来,一把扯过我的衣领,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他已经整个人压了上来,将我抵在门上。 而后是让人窒息般地稳,霸道又缠绵。 让人欲霸不能啊。 他稍稍分开些距离,仍是离我很近, 我能看见他瞳孔里倒映着的自己。 我们尽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 我只觉得热,莫名地燥热生腾起来, 后背浸出薄汗。 云眼之,我开口叫他, 发现自己的嗓音沙哑得不成样, 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嗯,云眼之滴滴应了一声, 侯杰上下滚动,他与我对视着, 眼神专注认真,与以往每一次都相同。 我恍然想起来,他在打架的时候, 也是用这么专注的眼神看着我。 云眼之,我有些慌乱, 又不知道这些慌乱因何而起。 稍微提高了些音量,喊他名字。 嗯,云眼之继续应着,神色不变。 我怂了?太热了? 你,你离我远点? 我想移开视线,下一秒, 云眼之的手捏上了我的下颌, 迫使我抬起头,与他对视。 林荆秋,她的声音很轻, 带着绝无仅有的暧昧,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我浑身僵硬,你,你猜? 猜,他细细琢磨着这个字, 突然轻笑一声,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见他又俯身压来, 不容抗拒吻上我的唇。 我好像突然开始明白, 云眼之在煽动时的感受了。 也隐隐意识到了那句林荆秋, 你混蛋包含的意味。 因为此时此刻, 云眼之把我松开后, 我咬着牙瞪他。 云眼之,你,混,蛋。 他听到这句话, 又是一声笑, 再度向我靠来。 我眼疾手快, 赶忙伸手挡在我们之间, 他的唇贴上了我的掌心, 软软的,温热的。 他抬手握住了我的手腕, 往下拉开, 嗯,继续让我猜。 云眼之甚至还笑了笑, 舌尖横骨地扫过唇角, 带着暧昧和威胁。 我几乎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了, 就难以停下, 他是想告诉我, 不会好好说话, 他就一直, 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别,你别这样, 我们有话好好说。 我一直在和你好好说的, 林荆秋, 她吐字清晰, 一字一顿念我的名字, 短短三个字天生让她念出了花。 我汗眼, 不敢了, 不敢了。 那么, 现在可以好好说了吗? 她呼出的热气喷洒在我的脸侧, 我吓得闭上眼, 倒头如蒜。 很好。 下一秒, 我感觉周围的气压收敛了一下, 云眼之稍稍后退一步, 给了我安全空间。 我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亲我, 她定定地看着我。 我对上视线, 万分诚恳, 因为你好看。 云眼之先是一愣, 随后不屑地轻吃一生, 就这。 我不信。 那, 因为, 因为你很厉害, 我试探性地继续回答。 云眼之的毛子又沉了下来, 林荆秋, 没被亲够。 欲擒故纵是吧? 这算哪门子欲擒故纵? 我一脸震惊,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呀。 眼看这玩意又要凑过来, 我立刻伸手压着它脸, 你不要过来呀。 我要喊了, 我真的要喊了。 哦, 你喊呐, 它笑着, 嘴唇一张一合, 低沉悦耳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它缓缓吐出了那句经典的。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呜呜, 破喉咙, 破喉咙, 想清楚了吗? 它单手撑在门上,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它的眼神很认真, 它似乎从头到尾, 一直很认真。 在我吻它的时候, 在我转醒的时候, 在它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 自始至终, 一直都是这样认真专注的目光。 云眼之, 我慢慢抬起手, 覆盖在它的眼睛上。 它的睫毛轻颤, 掌心传来狠痒的感觉。 不行, 不能看它的眼睛。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会。 我抿了抿唇, 低下头, 下一秒, 云眼之攥住我的手腕一开。 林荆秋, 看着我, 它的语气不容拒绝, 看着我, 回答我。 双眸对视间, 我眼角的余光, 注意到 它的耳尖在一点一点地变红。 它也在紧张吗? 你之前不是问我, 那个问题嘛, 云眼之倾壳一声, 那个问题, 在我回应之后, 你也还没给出回答。 那个问题, 我想起来了, 我问云眼之, 它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 它的回答好像是, 丝, 我, 我, 我结结巴巴, 你, 你怎么会喜欢上我呢? 我天天打你, 还偷过你的蛋。 住口, 它忍无可忍, 那不是我的蛋, 是我从树上偷的鸟蛋。 哦, 我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这是重点吗? 它一脸恨铁不成钢。 我看着它的脸, 真好看啊, 天天着世家公子, 墨上如玉少年郎, 拿得起刀枪, 武得了长剑。 心中有秋鹤, 眉目藏山河。 它曾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大侠, 行侠仗义肆意洒脱, 后来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 一心为国谋善, 满眼春风未来。 心动过吗? 心动过的。 我伸出手, 手臂环绕上它的脖梗, 身体倾靠过去, 将脸埋入它的脖梗间。 这是我第一次拥抱我的宿敌。 它的身体很明显僵硬了,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将双臂搂上了我的腰身, 沉默着将我抱紧。 不知过了多久, 它的声音打破沉默, 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 声线竟染着轻微颤抖,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云眼之, 我轻叹一声, 你总问我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在临死前吻它, 为什么它要那么在意那个吻, 为什么它把我救了回来, 只为一个结果? 可有些问题, 可有些问题本就没有答案, 就像我对云眼之的心动, 曾经被掩盖在荒草丛生的心上, 在塞北的风里肆意生长, 可我们本就是不同的宿命, 我低声告诉它, 又像是在告诫自己, 只要理念一日不合, 我们就得在战场上相见, 你有你的刀, 我有我的刀, 闭嘴, 它的手臂突然收紧, 把我紧紧搂在怀中, 我不听, 我听不见, 大将军还挺, 小孩子气的, 我在他的怀里笑出声, 是啊, 这才是云眼之, 永远随性洒脱, 永远潇洒不羁, 腐朽的王朝困不住它, 黄泉的阴霾照不住它, 上得了边疆沙场, 引得了大漠烈酒, 我呢, 我又是从何时开始, 将自己绊住的呢? 我是林荆秋, 从前是江湖大道, 如今是晋国大将, 这条路漫长得看不见尽头, 但却是我一直在努力行走的路, 哪怕走得慢, 哪怕跌跌撞撞, 我也没有后悔过, 林荆秋, 我不会劝你回头了, 云眼之很认真的说, 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深吸一口气,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 但是, 你也, 你也管不住我, 你不能管着, 我要跟你, 哟, 我还以为这小子转性了, 大将军今天走的, 怎么还是纯情卦呀, 云眼之不再关着我了, 呵呵, 他管着我, 我无聊结个贪官复健, 他蹲底下巴巴望风, 我饿了啃个鸡腿, 他坐旁边及时递水, 我说有点怀念野味, 他二话不说, 上树一掏, 但没捞着, 被赶来的鸟追着嘎嘎乱飞, 我说我想回家, 云眼之大门一关, 说那你别想, 我直呼好家伙, 他是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 那个偏天如玉少年郎呢, 那位名震天下大将军呢, 怎么和猥琐大汉一样, 我怀疑他垂涎我的美色, 我悟了, 哦,军师, 我的美人计奏笑了,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夜, 我打开窗户, 正好看见云眼之在院中擦剑, 他背着我擦剑, 他居然背着我偷偷擦剑, 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打仗了, 我很委屈, 我很愤怒, 我想都没想, 破窗而出, 云眼之回头一看, 惊得拍剑而起, 你陪我窗户, 你背着我偷偷擦剑什么意思, 我怒目而逝, 你去打仗了, 云眼之一脸无辜, 我不是我没有, 你不要乱讲, 你就是你就有, 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反手就是一个飞扑, 叮当一声, 上好的宝剑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云眼之没有躲闪, 被我扑倒在地上, 喉尖发出轻微的闷哼, 我侧头看去, 有些惊讶, 那是我的剑, 我以为丢在了战场, 心心念念了好久, 没想到在云眼之手里, 你, 我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愣愣盯着她的脸, 月亮当空照下, 柔和的光在她眼底扑散开, 眼眸中像是倒映着银色的湖泊, 一眼便能让人沉溺进去, 那双眸子的主人唇角向上扬起, 露出一抹笑意, 好看吗? 我呆呆点头, 林荆秋, 第二次了, 她冷静地看着我, 第二次? 第二次什么? 第二次把她扑倒, 不止吧, 我下意识反驳, 那会儿刚在江湖上混的时候, 你没少被我压着打。 咳咳咳, 云眼之立刻打断我的话, 这能一样吗? 有啥不一样? 似乎读透了我的心, 云眼之气得面色战红。 哟, 急了, 怎么还气得小脸通红呢? 怪惹人疼的。 我笑咪咪摸了一把她的脸, 云眼之一愣, 随后脖子也渐渐变红。 她的表情活像是受辱的良家少年。 真好欺负啊。 我感慨着, 又捏了两下。 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云眼之握住我的手腕, 地上凉。 我沉默了一下, 你说得对。 然后, 我默默站起身, 捡起了我的宝贝剑, 抱在怀里。 躺在地上的云眼之。 她用手臂撑坐起身, 头发有些凌乱, 在夜中显出别样美感。 谢谢你这段时间, 一直帮我保管我的宝贝, 我语气诚恳。 云眼之抬眸看着我, 嗯, 你打算怎么谢? 我后退两步, 唯有来势。 林荆秋你是不是又想赖账, 云眼之一秒破防, 语气颇有些气急败坏的意味。 我连连摇头, 那以身相许吧, 她调了个舒服的姿势, 单手直着下颌, 手肘撑在曲起的膝盖上, 显出一派慵懒模样, 在月光下好看得不像样。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 色令之婚的含义。 我的宿敌正衣衫不整, 发丝凌乱地坐在地上看着我, 满脸还都写满了诱惑。 这谁能顶得住啊? 于是我再度很没出息地亲了她。 我也不想亲她的呀, 可是她帮我擦剑爱。 我们江湖中人 就是这么有来有往的了。 我也不想以身相许的呀, 可是她帮我望封爱。 我们大倒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个的了。 军师又来信了, 问我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回信一封, 说和宿敌同归于尽了。 可不是吗? 美人计怎么还能双向使用啊? 我现在都被云眼之迷地七婚八素了。 她没事就爱往我屋里跑, 说起话来停不住, 话说完了也不愿走, 抱着我的宝贝剑擦了一遍又一遍。 如果剑能说话, 她一定会先把云眼之痛骂一顿。 军师和我说, 现在战场上, 局势还在僵持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 第二天, 皇上送了个美人进将军府。 云眼之将大门关紧, 派了十几位侍卫把守在门口, 美人气得直跺脚, 云眼之他爹在将军府门口大骂混账东西。 中午, 云眼之罕见地少吃了一碗饭。 我全当看戏, 这会儿见他少吃, 忍不住小声发问, 心疼了。 我有什么好心疼的云眼之失笑。 那你在担心什么? 我给他夹了一块肉。 在我的筷子落在他的碗里前, 云眼之低下头, 先一步含住了食物, 连带着我的筷子间。 他不嫌弃啊? 我有点嫌弃。 云眼之抬眼便对上了我的目光, 他嘴里还含着东西, 我试着拔筷子, 没拔动。 怎么和小狗一样? 他直起身子, 将食物咽了下去, 这才开口, 我若不受皇帝的东西, 他必然会想尽办法塞其他东西进来。 我前面爬墙, 偷偷看了一眼, 那美人还挺漂亮的, 我感慨着, 有点可惜爱。 云眼之郁闷地将下巴搁在桌面上, 哼, 你果然不关心我。 皇上口谕, 轩云大将军进宫面圣, 这一天果然还是来了, 就算他随心所欲, 桀骜不羁, 也无法抗止。 只要他还身在这京城中, 只要他别无二心, 他便不能抗止。 他与我不同的, 他是功名显赫的大将军, 是这腐朽王朝里的光。 但在这里, 我永远都只能是上部的台面的叛国者。 我走我的道, 尽管这条道背数不尽的正派人士唾弃, 没有人知道, 云大将军的府邸里藏了个敌国将领, 他将我保护得很好。 云眼之一大早, 就出了门, 出门前在我的门口徘徊许久, 似乎想说什么, 但又怕吵醒了我, 最终还是没推门进来。 他不知道, 我早就醒了。 他轻轻躲步时, 我听见了。 他轻声叹气时, 我也听见了。 我一直在睁眼听着呢。 连同他刻意放轻离去的脚步, 也听得一清二楚。 一直到中午, 云眼之也没回来。 我在将军府里漫无目的逛着, 暮秋时节, 院子里竟还有花开着。 我走进书房时, 愣在了原地。 书桌上摆着的东西, 我很熟悉, 是虎符。 他就静静躺在那儿, 虎符的下方压着一封密信, 信脚依稀可以看出, 盖着皇上亲印。 我看着虎符, 轻笑出声。 如果是陷阱, 那这也太拙劣了。 我走过去, 手指抚上了虎符, 连带着那封密信。 将军府的门口喧闹起来, 我正坐在小厨房, 嘴里含着块绿豆糕。 门被什么东西撞开, 不多时, 我便听见凌乱的脚步声, 将附近围了个密不透风。 抬头从窗户望去, 云眼枝站在一行禁卫军前, 薄唇抿着, 显得很严肃的模样。 我吃完最后一块糕点, 拍掉手上的残渣, 门刚刚好被破开。 将军, 这是从他房间内搜到的虎符, 侍卫低着头, 站在云眼枝身旁, 手掌恭恭敬敬捧着我 是才看见的东西。 云眼枝看着我, 我一抬头, 注视着他, 与他同来的, 还有早上那位在门口的美人。 如今, 他站在了云眼枝旁边。 我不知道他进宫后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如今局势的变化。 但就算我是个傻子, 也能明白现在自己的处境了。 云眼枝没有看那虎符, 对我说, 林荆秋, 给我个解释。 嗯, 我拿的。 我点点头, 手指搭上了腰间剑柄, 细细抹扎着上面的纹路。 一旁的禁卫君就要上前将我围住, 说时迟那时快。 我抽剑生生开出一条路, 血剑上了白瓷盘, 那美人吓得花容失色, 尖叫声像是要把我耳膜都刺穿。 云眼枝站在原地, 迟迟没有动弹, 他忽然握剑向我击来, 我横剑挡住, 却见他手腕一转, 巧力拨开, 同时侧身贴近我。 这变数让我意想不到, 正想拉开距离, 云眼枝突然侧身, 下一秒, 二指偷偷引着我的剑, 架在了自己脖子上, 整个人站在我面前, 面对着那一帮子人。 我顶着满头问号, 下意识想松手, 云眼枝却把手搭在我拿剑的手上, 看上去是想把我推开, 但我分明能感受到 他紧紧抓着我的手不让我动。 还有这种事, 现在, 我站在那群人面前, 云眼枝和我一个方向, 他背对着我, 我的剑横在他的脖子上, 活脱脱劫持人质的经典场景。 这女人太厉害了, 云眼枝咬着牙, 不要靠他太近, 他还会藏毒, 我动不了了。 那群人立刻后退了好几步, 我瞬间感觉空气都清新起来。 等等, 谁? 谁动不了了? 我又是着想一见, 云眼枝的手稍稍用力, 笑死, 根本一不动。 好的, 是我, 我动不了了。 随后, 他使着力, 带着我往前走。 我们就这么一路出了将军府, 云眼枝一直挡在我的面前, 还很不小心地将一块面纱捂到了我的脸上, 将我的面容挡住大半。 再然后, 一辆马车很凑巧地经过, 那驾着马车的朴素小伙我极其面熟, 可不就是云眼枝的暗卫之一吗? 先前蹲在树上, 看我们亲亲, 还掉在地上的那个。 一, 丢人, 那个小伙在看着我们坐进马车之后, 将我的剑从云眼枝的脖子上扳开, 搭到了自己脖子上, 随后转过头看向大马路, 牵起缰绳, 啊, 你不要过来啊, 驾, 驾, 救命啊, 驾。 小伙子的车技很好, 就是晃得我们不太友好。 待把那群人甩开后, 我松了一口气, 再去看云眼枝, 他的面色竟一片不正常的潮红。 我吓了一跳, 凑上去, 你怎么了? 皇帝老儿, 不讲武德, 他咬着牙, 扭过头去, 却将通红的耳尖暴露在我眼前。 我瞬间就明了, 我若有所思, 难怪你去了那么久。 没有, 他出声打断我的话, 我没有碰他。 哦, 我点点头, 目光落在了他的脖梗间, 又看了看我的剑。 刚才, 他似乎一直在克制, 以至于有些用力。 他的脖子已经被划开了一道口, 留下一道血痕。 我眯了眯眼, 凑过去。 你, 你干什么? 腰。 这会儿倒像急了受惊的兔子。 你现在一定打不过我吧? 我握住他挡在身前的手, 不紧不慢将他的手臂拉到身后, 凑进去看他脖子上的血痕, 随后从衣袖里摸出随身带的膏药。 一, 云眼之的表情大为光火, 你要做什么? 趁你病要你命, 我笑得阴损。 你看, 我们斗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被我逮着这么个机会, 不好好把握说不过去吧。 他不再说话了, 紧闭上眼, 只是胸口剧烈起伏着。 我轻叹一口气, 食指沾了清凉药膏, 轻轻抹在他的伤口上。 云眼之的身躯轻颤一下, 瞪大眼睛盯着我, 你不许过来。 嗯, 话语是凶狠的, 语气是没什么杀伤力的, 甚至还带了一丝欲惧欢迎的意味。 你看我什么时候乖乖听过你的话, 我笑。 他似乎在竭力克制着什么, 小臂上献出清金, 临京秋。 我欣赏着他这副模样, 好整以侠, 甚至伸手捋了捋他额前的发, 下一秒被狠狠攥住手腕压在车座上。 云眼之的嘴贴在我的耳畔, 呼出的热气萦绕在耳锅旁, 嗓音又哑又郁, 临京秋, 你自己选的路。 所以, 就算哭, 也要和老子走下去。 我便任由他动作, 静静凝视他好看的脸, 看着他因我而起的狂热, 看他的心就这么被我搅动。 直到眼底慢慢染上和他一样的迷乱, 意识被快感淹没前, 我的脑海里全是, 这次真的没救了。 马车到了目的地, 我掀开帘子时, 外头驾马的小伙子一脸怨念凝视着我。 云眼之挡在了我身前, 看什么看? 主上, 呜呜, 你们太激烈了, 我好几次差点把马车开进沟里, 呜呜, 小伙子委屈巴巴, 低头揪着马屁股上的毛毛。 那马屁股已经凸了一小块, 他委屈得阴阴阴。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我从窗户望去, 有些恍神。 这里似乎是一片郊外, 青山绿水, 风光秀美。 私奔的起点呢, 云眼之眉梢一条, 吹了声口哨, 如何? 小美人, 跟了也不亏吧。 我连连鼓掌, 跟着大哥混, 三天恶酒顿。 他双手抱臂, 邪逆我一眼, 怎么? 你欠吻。 我下意识身手摸了摸嘴唇, 上面还有刚才被咬的痕迹, 有点疼。 牵着马绳的小伙子, 蹲在角落画着圈圈, 那一块的草皮和马的尾巴一样, 光秃秃的, 都被他薅没了。 他抬起头, 好几次欲言又止, 一脸不服气, 又不敢说。 行了, 大丈夫天天哭唧唧的, 算什么事啊, 云眼之撩着帘子, 侧身向我伸出一边手, 来吧。 我抬手搭上了他的掌心, 云眼之立刻收拢五指, 将我的手牢牢握在掌中。 随后轻轻一拉, 把我拉进怀里。 他又弯腰勾臂, 我回过神时, 已经被他打横抱起。 你, 我下意识双手还住他驳梗, 生怕大哥突然起了报复心, 将我丢出去。 我, 我自己可以走。 乖, 你不行, 云眼之的口吻满是安抚。 我瞪着他, 大叶我三岁匹柴五岁, 打虎七岁, 便可挥刀枪。 你才不行呢? 我行不行, 你不知道, 他挑眉, 唇角勾起一抹脾气的笑, 怎么, 又是欲擒故纵。 哼, 女人, 我还就吃这套。 走, 回马车里。 别呀大哥, 我惊慌地扒拉住一旁的树, 不让他抱走。 怎么, 不喜欢马车里呀, 云眼之, 若有所思, 眼神在周围草地打量片刻, 林荆秋, 以前看不出来, 玩得挺野呀。 他看向我的眼神, 逐渐变态。 不是, 大哥,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蹲在一旁的小伙子, 傻也不敢说, 默默往旁边退, 最后很安静地掉进了河水里。 水花不大, 人走得很安详。 我犹豫片刻, 还是没忍住, 一纸河水那边, 语气颇为担忧, 他没事吧? 没事的, 烟不死, 他会自己游到属于他的地方, 云眼之目光不理我。 他抱着我上了马, 臂弯有力, 依稀可以看出他的肌肉。 我的脑袋靠在他胸前, 耳旁是稍快的心跳声。 等等, 他不会是在紧张吧? 我抬头看了一眼云眼之, 他抿着唇, 视线一到不远处, 似乎在找方向, 看上去十分淡定。 我又趴回他的胸口, 怎么回事, 心跳好像更快更剧烈了。 哟, 看不出来啊, 表面上瞧着黏坏, 实际上, 走得怎么还是纯情卦。 林荆秋, 我看见你在偷笑了, 他的声音闷闷的, 从头顶传来。 我点点头, 我尽量笑得很小声。 云眼之不说话了, 只是心跳依旧那么快。 我们要去哪儿? 去天涯海角, 去看高山落日, 如何他的声音被卷在风中。 我顿了顿, 钻紧他的衣角, 不行。 他是云眼之, 他或许可以, 但是我不行。 我是林荆秋, 我的身上背负着未完成的夙愿, 我的父亲, 我的师父, 还有我与此国不死不休的染血诺言。 云眼之不知何时勒马而停, 他静静低头看我, 我一抬头与他对视。 云眼之, 我不能走, 我很认真的说。 我知道, 他叹了一口气, 他当然知道。 他知道我的理想, 知道我的志向, 他是见证我一步步走来的宿敌, 他当然什么都知道。 他真的知道吗?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低声说, 只要你还是云大将军。 我可以不是云眼之的语调, 低沉但坚定。 我惊愕地看着他, 一下没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惊讶成这样, 他笑着伸手戳了戳我的脸。 曾经, 我以为你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是偷我心的坏人。 哦, 你那是什么表情, 云眼之盯着我一脸不乐, 有那么恶心吗? 我神情微妙, 还行吧, 第一次, 有点不适应。 云眼之的神情更为微妙, 那你适应适应, 以后的第一次还很多。 不是, 话题怎么逐渐转到 奇奇怪怪的地方去了。 我倾壳一声, 严肃起来, 认真点, 云眼之。 我们向来都是不同路的, 这次, 这次不一样了, 他没给我说下去的机会, 双手捧着我的脸, 我本来还在想, 我们该如何走到一块。 但皇帝宣我入宫后, 我明白了。 林荆秋, 我好像, 有一点明白你的想法了, 云眼之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像是在看着我, 又像是在看他十年来所做的一切。 他的眼底倒映着光影, 更像在看曾经躊躇满志的自己。 皇帝给了我两个选择, 一把刀和一杯酒。 我若是不饮下那杯酒, 恐怕就走不出宫门了。 他的睫毛低垂下来, 盖住了那双好看的眼, 可你还在将军府里, 我若是走不出宫门, 你也会有危险。 我心愿一动, 所以, 我的云大将军最终还是饮下了那杯掺了药的酒,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忍到了回来, 更无从想象当他面无表情站在那些人中间时, 身体是怎样的煎熬。 我只知道他为了护我周全, 将一切默默忍了下来。 我曾经想, 若是以一身本领成恶扬善, 所到之处让百姓得乐, 是否就可以带来太平。 后来才知远远不够。 我披一身迎甲上了战场, 坐骑马背镇守边疆, 本以为以此身可入朝堂, 于殿前建言劝国粮, 可, 他又叹一口气, 可最后摆在我面前的, 是刀鱼酒。 数年来的生死拼杀, 换来的仅是如此, 要么死在大殿内, 要么饮下掺了药的酒, 受了皇帝赐的美人, 而那便等同于认了皇帝在自己身侧安插人。 骄傲如云眼之, 怎会就此认命呢? 那你的, 你的家人呢? 我又问, 他自朝般笑了笑, 我那劝我收了美人, 又贪财害命的爹, 还是不眨眼便可随意打杀小丝的娘。 我说不出话了, 接受那般现实的富家子弟才是多数, 像云眼之这般的, 我所见的, 独此一人。 我曾在想, 怎会有这般傻的小伙子, 如今, 怎么还是这般傻? 傻得我都有些不忍心了, 那和你说说我吧, 我没有你那般好心胸。 也未曾想过就天下, 如你所见, 我曾是个江湖大盗, 如今是叛国的敌军将领。 我安抚般拍了拍他的背, 云眼之先是一愣, 而后慢慢抬眼看着我,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啊? 不像吗? 我挠挠头。 他哑然失笑, 我分明在他脸上看出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几个字。 不许笑了, 我屈指弹塌脑门, 和我走吗? 怎么? 头底呀, 云眼之弯下腰, 笑眯眯贴近我的面颊。 我要去进国的。 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 你, 你可以不跟着我, 不用勉强的。 七, 你这说的什么话? 小没良心地, 他恶狠狠捏着我的脸, 睡都睡了, 想不负责是吧? 玩玩就跑是吧? 抛夫弃子是吧? 是吧? 我十分无辜地举起手, 啊对对对, 对个星号, 云眼之又抓住我的手, 拉到嘴边, 做事要咬, 最后落下一个吻, 我不许, 你想都别想。 我吹了声口哨, 学着他的语气, 哟, 小东西还挺烈, 见是中午饭的, 人是立刻被打的。 哦哟, 小伙子, 我就说你能干吧, 军师拍着我的肩膀, 视线在我和云眼之身上来回扫动, 又凑近我压低了声音, 这是美人计奏效了, 可以挖, 不仅从敌人内部瓦解了, 还直接把敌人拐过来了, 我沉默了, 军师, 你刚刚可不是这样的, 我刚把云眼之领回来时, 军师如临大敌, 抄起书桌旁的旺财, 他养的狗和阿涵, 他的亲信, 丝毫不敢动, 颤微微地问林荆秋你, 是不是要反了。 他指着云眼之, 手抖得不成呀, 林荆秋, 我就知道你会被这玩意儿给迷得七荤八素, 怎么的, 带着他指导黄龙啊。 哎, 这哪能啊? 我趁着阿涵没动手, 旺财没动口之前, 赶忙解释了一番, 他又小心翼翼戳了戳云眼之, 确定他没有动武的倾向后, 才狠狠松了一口气, 又坐回了位子上, 维持着已经崩得差不多的人设。 既然云将军过来了, 那事情就好解决多了, 均是乐呵呵的, 不过, 小秋, 你打算给云将军安排个什么身份? 我摸了摸下吧, 现在嘛, 做我的男虫怎么样? 云眼之愣了愣, 反应过来后面色瞬间阴沉, 话语四季出来的一般, 就这。 怎么, 不乐意, 我学着他往日的样子, 眉梢一条, 单只勾上他的下颌, 我这姿色, 怎么样也不止男宠吧? 这不给个名分呢, 他舔了舔唇角, 一副勾人模样, 这谁把持得住? 哎, 哎, 军师怒拍桌子,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们注意点, 形象行不行? 行行行, 那先这么定了, 我翻着军师桌面的文书, 坐下分析战况, 军师瞥了我一眼, 你还要打吗? 打, 怎么不打? 大仇未报, 四方未定, 我总归要亲眼看着那些人, 轻败于刀枪下呀。 云眼之住进了将军府, 这次, 是我的将军府, 晋国皇帝曾赏过我府邸, 只是我从前无心于此, 日日素在军营, 如今倒是派上用场, 也算是金屋藏娇, 此刻, 焦焦云眼之正邪已在床上, 单肘直着脑袋, 一脸不满。 林荆秋, 你果然是个不负责任的女人, 我无语, 双手抱臂站在床边, 我怎么就不负责任了? 你, 你, 你无理取闹? 谁无理取闹? 她索性伸手拉住我的手腕, 用力一扯, 我便顺势倒进她怀里, 云眼之翻身压上, 低头咬住我的耳朵, 话语颇有些咬牙切齿, 哪有这么好的事, 林荆秋, 把我拐到这儿了, 就别想把我甩开。 难宠就难宠, 反正你也没有别人。 我突发奇想要是有了呢? 她一愣, 掌心附上我的发丝, 勾绕住一缕在指尖轻轻搓拧, 要是有了。 她顿了顿, 语气意味深长, 没人比你更了解我的手段。 这怎么还带威胁人的呀? 好吗, 没有就没有。 月黑风高, 美色当前, 再不动心, 我就不是林荆秋。 林荆秋, 收收口水, 云眼之颇为嫌弃地 替我擦了擦嘴角, 我点点头,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对着嘴, 就是一顿啃。 她颇为无奈, 任我啃咬, 手掌抚上我的脑后, 唇角满是笑意。 红罗胀暖, 一度春宵, 没有了云眼之这名震天下的大将军坐镇, 晋国军队在战场上轻松了不少。 不仅是晋国, 其他周边的小国也颇有跃跃欲试之态, 都想着奋一杯羹。 书信已有好几封送入了军师的营帐。 我一路攻城, 看曾经将刀架在贫民脖子上的贪官跪地求饶, 看早已麻木的民众眼中捡起失落已久的光, 看之上雪蓉, 鸟雀盈利, 又见一年春。 云眼之, 这是我们的第几个春天呢? 我望着沿途树枝上的梨花, 一时出了神。 我没有让云眼之随我一同行军打仗, 我不想让他被冠赏叛国者的名号。 他曾是边疆的守护神, 没有势必要造反的理由, 我也不愿看他持剑入曾经俯首称臣的朝堂。 他当如列扬, 骄傲亦灿烂。 当我终于带兵杀入熟悉的京城时, 城中已乱了套。 不少官员带着家财妻妾逃跑, 剩下的平民百姓无处可躲, 只能将大门紧闭, 于窗中窥日, 惶惶不安。 我向来下令不得杀平民百姓, 降者不杀, 贪官除外。 军师望着辉煌宫殿, 同我说, 小秋, 我们终于走到这儿了。 是啊, 我们终于走到这儿了。 我们所期待的太平盛世, 应当不远了吧。 没有繁重的赋税, 没有压榨百姓的贪官污吏, 取而代之的将是繁华盛世, 国泰民爱。 我闭上眼, 将手掌放在了心口处。 父亲, 师父, 小秋能做到的, 一见开路, 步步踏斜, 从不回头。 皇帝端坐殿堂之上, 他竟没有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帝,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老, 反而瞧着是很年轻的模样, 只是面色尚有颓态, 眼底青紫一片。 就是你吗? 皇帝居高临下看着我, 缓缓饮了一口酒, 能走到这儿, 很不错。 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眉头促起, 朕的大将军应当在你那儿吧, 他眯着眼, 语气不紧不慢。 我心里一咯噔, 本以为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 没想到。 他是贪图享乐, 他是敛财无为, 但我好像忽略了, 他是一位皇帝, 在位多年的皇帝。 哦, 然后呢? 我还是在位多年的大道呢, 专制这种自以为是的星号星号, 和云眼之交手多年, 应付这种货色, 不敢说十拿九稳, 只能说得心应手吧。 我冷笑一声, 踏上殿阶, 手中的剑寒光凛冽。 皇帝面色一僵, 下意识巴拉住扶手, 站住。 谁管你咧? 我充耳不闻, 笑容逐渐变态, 甚至兴奋地妈撒剑刃。 停下, 快停下, 皇帝已经坐不住了。 哟, 刚才不是挺能装吗? 云眼之喝了一杯酒, 你应该知道吧, 他几乎是将这句话喊出来的。 我停下了脚步, 皇帝笑了笑, 你猜, 除了那种药, 那杯酒里还加了什么? 你以为朕当真会放任 一直有思想的老虎为所欲为吗? 怎么? 你放了毒药, 我握解了剑, 心却跳得厉害。 是啊, 毒药。 若是无解药, 半月开始毒发, 一月便可身亡, 皇帝的笑容意味深长, 你会亲眼看着他的身体日益颓废, 看昔日战功赫赫 无所不能的大将军沦为废人, 整日在病榻苟延残喘生不如死, 到最后, 你猜, 是他先求着你了结他, 还是他先忍不住了结自己呢? 他的话语有鬼魅般在我耳边萦绕, 我如五雷轰顶, 一时经在原地, 动弹不得, 云眼之, 中毒了, 他会死, 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轰然炸开, 止不住愈发膨胀壮大, 最后占据了我的整具身体, 冷静, 现在一定要冷静, 既然他把这件事和我说了, 就一定有他的目的, 皇帝会提出他的条件, 他的条件会是什么? 放了他吗? 还是退兵? 我深吸一口气, 压住了颤抖的手, 不行, 剑不能抖, 一抖, 就握不稳了, 握不稳, 就杀不了人了, 所以呢, 我面无表情, 抬手擦过剑身, 虎口传来的疼痛, 让神志清醒过来, 你想表达什么呢? 皇帝定定地看着我,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语气冷静, 抬手将剑横在他的脖子上, 不明白也没关系, 看来你对他的感情 也没有那么深嘛, 不知道云大将军知道了 会是怎样的表情, 真期待啊, 不过没关系, 反正他笑意更深, 足矣,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 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直觉不妙, 林荆秋, 一道呼声从我身后传来, 我下意识回头, 只觉得刹那眼前一片红, 熟悉的悬色长袍, 他的发际散开, 后背刺出两把剑刃, 云眼之, 云眼之, 我瞳孔不受控制咒缩, 只觉得天地都暗了下来, 他那么安静地倒在地上, 身前是碎裂的剑, 和另一把掉落在地的剑, 云眼之, 他替我挡下了三剑, 他为我扫平了四面八方的威胁, 他自己却倒在了地上, 四方传来打斗的声音, 使他的人感到, 护我周全, 皇帝也听见了, 他自知无力回天, 却笑得癫狂, 哈哈哈哈哈哈, 抓个大将军垫背, 朕也不算孤单, 我高高举起了剑, 他紧盯着剑刃, 表情很快漏洞百出, 自得的模样, 仿佛刻在脸上, 又一寸寸剧烈的面具, 露出惊慌的模样, 朕是天子, 你不能杀朕, 朕的手上有云眼枝的解药, 朕可许你高官俸禄, 东, 湿热的液体, 溅在我的铠甲和脸上, 皇帝再也说不出话了, 群龙无首, 外围的军队也很快被控制, 禁军占领了京城, 禁国的旗帜在城墙上迎风飘扬, 我慢慢回过头, 云眼枝没有爬起来, 鲜血染红了地毯, 尘埃落定, 可我的将军没有站在我的身边, 云眼枝, 我上前一步, 只觉得双腿一软, 坐在了地上, 又将他抱在怀里, 前所未有的悲哀, 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想说些什么, 张嘴却只有三个字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云眼枝, 他双目紧闭, 唇角不断溢出血来, 在我一声声呼唤下, 突然咳上几声, 秋, 他的声音很虚弱, 手指颤颤, 却抬不起来, 我第一次见你哭啊, 我, 哭了吗? 他的嘴唇动了动, 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俯身凑近将耳朵贴到他唇边, 他却缓缓摇了摇头, 我对上云眼枝的视线, 他分明有未说完的话, 你不会死的, 云眼枝, 你不许死, 我压住他的伤口, 可那血依旧在从我的指缝间往外冒, 我压不住,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云眼枝, 他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很轻松, 笑容灿烂, 又似回光返照, 然后, 他像是一下用尽全部的力气, 微微抬起头来, 唇半堪堪擦过我的唇, 又很快重重落了下去, 我看着他躺在我的怀中, 那样安静, 唇角还有未散去的温度, 和他鲜红的血, 我恍然想起, 好像从未和他说过, 我爱你, 理想实现了, 云眼枝, 你答应过我的, 要等我回家, 要和我去看落日沧海, 看草原上的明媚风光, 去追西边落日, 一同策马到荒无人烟的地方, 你答应过我的, 不许食言, 在临死前, 强吻了宿敌一口, 却被他给救回来了, 林荆秋这傻子, 趴在我床前, 哭得和丧腹一样, 我很想让他别哭了, 吵得我耳朵疼, 但我动不了, 就这么过了一下午, 林荆秋毫了一下午, 我终于能动了, 第一件事就是堵上他的嘴, 好,终于不哭了, 他将眼睛睁得很大, 半天没反应过来, 突然脑子像是被接上了一般, 哭喊着神医快来, 神医骂骂咧咧走了进来, 你们夫妻怎么回事啊, 再来几次都快把我熬干了, 有你醒了云大侠, 你夫人可担心你了, 以前没想到, 他怎么这么能哭, 我是云眼之, 十六岁那年, 我遇到了曾认定一生的宿敌, 他会给我使绊子, 会偷我烤好的鱼, 还会摸走我的鸟蛋, 哦, 还会把我压在身下打, 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有日复一日练剑练功, 让自己变得更强, 我的理想, 让天下迎来太平盛世, 可要想实现这个理想, 好难, 不过, 貌似有个傻子, 用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 他现在埋在我的怀里, 依旧哭得和丧了夫事的, 好不吉利, 我说, 林荆秋, 你再哭我就躺回去了, 他撇撇嘴, 很听话, 不哭了, 他突然很认真看着我, 和我说, 云眼之, 我爱你, 我心念一动, 随后心脏炽热跳动起来, 太猝不及防了,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一直欲言又止的模样, 最后低下头很小声地说, 那个, 云眼之, 没关系的, 你如果不行了, 我会一直保护你, 什么, 谁, 谁不行了, 我马上拉着他身体力行了一下, 血腰, 人在林荆秋床上, 很行, 林荆秋喘着气, 小脸通红, 神医说你身体受损, 武功, 怕是不行, 我, 我的意思是, 你不行了, 我也会用我的武功保护你, 姗姗来迟的神医, 靠在门口无辜眨眼, 你乱讲, 林荆秋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他继续说, 本来是不, 不好恢复的吗, 但我是神医, 它是云大侠碍, 只是恢复的时间需要久一点, 时间嘛, 我等得起, 只要林荆秋在我身边, 怎样都好, 又是三年过去, 云眼枝的身体, 好得差不多了, 屋外是秀美风光, 夕阳染红半边天, 我坐在屋檐下出神, 娘子, 云眼枝一路小跑过来, 挨着我坐下, 整个人几乎趴在我身上, 战事结束后, 我没有选择家关禁绝, 只是拿了赏下的银两, 和云眼枝龟隐江湖, 落户山水之间, 呜呜, 他果然狠行, 再过一段时间, 桃花就该开了, 他贴着我的脸颊蹭来蹭去, 塞北的雪看过了, 也去过草原骑马了, 江南的竹林也游玩过了, 还有岸, 还有山上的落日也看过了, 哎, 娘子, 我们去过了那么多地方, 可总感觉, 还有好多地方, 没和你去过, 我笑着侧头亲吻他的唇, 轻声道, 世间那么大, 我们这一生能踏足的地方何其少啊, 总归有看不见的风光, 不过, 没关系,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 年年岁岁朝朝暮暮, 都和你有不同的好风景呀, 生命不长, 但有你足矣, 余生几十载, 落日, 桃花于你。